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频道 这期节目主要是回答观众问题 具体问题见视频贴图 今天的视频很短,只有十来分钟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有兴趣的话题进行收看 小伙伴们见过面值1000美金的美超吗? 在视频的最后会给大家展示 好了,先回答问题,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到底要给美国政府交多少税啊? 关于这些疑问,我把我所知道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还是让您安心,税并不多,而且不复杂 我这里先说外国投资人 对美国居民的税务在视频的后半部分 我们首先要来了解外国投资人的定义 这里的外国投资人要符合下面两个条件 一,在纳税期,不持有美国绿卡 二,在过去的三年中的任何一年里 在美国境内的时间不超过183天 外国投资人开户时 记得填写W8BEN表格 表明你的外国人身份 这个表格每两年要更新一次 否则国税局要先占扣30%的税额 直到证明你人是非美国居民的身份 需要交的税的种类 包括 一,资本利得税 二,股息红利税 三,利息税 下面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明 资本利得税 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股票 所获取的价差收益征税 好消息是 外国投资人不用缴纳美国的资本利得税 这里指的只是美国的资本利得税 如果你居住的国家对来自外国的资本利得要征税的话 那你还是需要在本国交税 举例 你买了一只股票70美金 之后卖出100美金 获利30美金 这部分获利是不用给美国政府交税的 第二个就是股息红利税 股票包括ETF的股息收入都是要交税的 只要发放现金鼓励都要被磕税 要注意美国没有股票鼓励 只有现金鼓励 美国的现金鼓励一般2%上下 关于美股分红派息是怎样的 下面会有详细的解释 税率方面 由于协议不同 所以税率也不同 例如中国大陆 日本为10%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为15% 香港 新加坡 台湾为30% 具体其他国家的税率 我会在视频的最后给大家列出来 我们举一个例子 对新加坡公民来说 你买的股票价值100美金 有2美金现金鼓励 其中30%是要交税的 也就是0.60美金是税金 最后你拿到手的现金鼓励 就是2.4美金 一般而言你自己不用操心 你的经济券商会直接替你把税扣掉 自己不需另外报税 最后就是利息税 如果你直接持有美国的债券 公司债券等等 就不需要缴纳利息税 不过如果你是通过债券基金 或者债券ETF来持有的美国债券 那么该基金或者ETF每次派发给你的利息 会被美国政府视为鼓励 必须按照前面第二条股息税的税率纳税 很多人会问 这笔钱是不是可以拿回来 如何退税 有些券商会帮你退一些税 但并不是全额 可能只有很小一部分 你也可以自己主动申报税务 就可以根据实际收入与免税额去走磕税流程 最后会将多磕的税退给你 但是十分的不建议 大家不要去走这个流程 原因就是太麻烦 而且能退的金额不多 退税成本高 时间也会花很多 另外就是会有一定的潜在风险 只要你申请一次退税成功 你的个人档案就会进入美国国税局 之后你每年都要如实报税 如果有任何忘记或不时申报状况被查到 可能有逃漏税的问题 轻则以后无法进入美国 重则会被重罚或坐牢 如果你是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持有者 你需要交更多的税 首先资本利的税 需要缴纳约15%至20%不等 若你股票持有不到一年就卖出 则资本利的部分将会以一般所得税去磕增 因此也会被磕较高的税 另外两条 股息税和利息税的收税条件 同上面的外国投资人一样 税率为30% 美国籍投资人 在每年约2月底左右 美国券商都会计发总结前一年 所得于预扣税款状况的1042S表格 上面会清楚列出所有派发股利 利息 适用税率及预扣税款 需于1040一同寄出给国税局 若投资盈亏较复杂 建议可与会计师咨询 关于美国公民的具体操作的确很复杂 希望大家最好咨询专业人士 下面来回答美股分红派息是怎样的 美国股市是一个成熟的市场 是按国际惯例按计分红 每年上市公司赚到的利润 有50%至70%是用于现金分红 其中REITS比较特殊 大多按月分红 而且可以分红高达90% 关于REITS 大家可以参考我的第31和32期的视频 美股的分红方式是只分现金 不存在高纵转的分红方式 没有股票鼓励 现金会在派送日存入股东的账户 投资者参与分红派息 需要留意这4个日期 第一就是派息宣布日 公司董事会宣布派息 同时也会公布除息日和派息日 这个比较简单 第二就是除息日 大家注意这个日期非常重要 如果想要享受这次的股息 一定要在除息日之前持有盖股票 除息日当天 开盘时股价会进行调整 股息已经从股价中除去 目前美股从2017年9月5日 更改交割日 从原本的T加3改为T加2 所以假设某只股票的除息日 是2020年7月2日 有配息资格的最后交易日 为2020年7月1日 即除息日的前一天 这天的交易 在两个交易日后会交割完成 也就是2020年7月3日 这天公司才能确认完所有符合配息资格的股东名单 再进行股息发放 注意 一定要在除息日之前持有盖股票 除息日当天买入股票 无法享有股息 在除息日或以后卖出股票 则仍可分配到股息 第三就是股权登记日 公司将记录 除息日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名单 如果你希望能够分配到股息 你的名字必须登记在公司的名册上 如果是除息日之后持有的新股东 则不会被记录 也不会享受本次派息 最后一个就是复息日 也就是股息发放的日期 你收到钱的日子 在登记日几天之后 公司会将股利 发放到符合资格的股东账户中 所以这天才会真正收到股利 不要看到除息日当天 账户没有入账 以为没有收到哦 要耐心的多等几天 要进行分红价值投资 如何找到这些高分红的公司呢 这里有几条原则供大家参考 一 首先考虑具有长期分红历史 具有连续支付股息历史的公司 二 这家公司应该有大量现金 检查公司的流动比率 是衡量其满足短期债务能力的重要标准 三 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应该比较稳定 或者良好的又回购股票历史的公司 这三点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三点 当然 寻找分红稳定的高息股 是美股投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投资者应该检查公司的财务结构 盈利模式等细节问题 再决定是否进行分红价值投资 避免分红投资陷阱 这里给出三个查询网站 供大家参考 关于美股众多的ETF ETF配息流程和一般股票一样 查看它的分红方法和股票类似 也有一个专业网站 所有的网站链接会放在视频介绍里 方便大家可以调用 最后一个问题 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 上市公司退市了 手里的股票怎么办 市股公司退市 一定意味着投资者的本金损失吗 在纳斯达克每年退市的公司中 恰好有一半是自动自主退市 而另一半则是被迫被动退市 然而在纽交所每年退市的公司中 自动退市与被动退市的比例 大约为3比1 在第59期的视频里 已经和大家讲过被动退市 例如遭遇经济危机的美国两房 又例如财务造假的瑞幸咖啡 这里再补充一下 许多人认为美国公司股票退市 股民能得到相应的赔偿 这是没有根据的 美国股市的原则是 信息发布完全 严厉执法惩处 股民风险自担 如果一个公司在合法运营情况下 信息披露完全 股票退市 甚至公司倒闭 股民是得不到任何赔偿的 但是如果涉嫌信息欺诈 刻意隐瞒事实 股民是可以通过集体诉讼 得到公司赔偿 美国有专门的律会 对这些公司进行法律诉讼 大家要留心这方面的公告 例如2000年左右的安然事件 作为97年前后的世界500强 因为操纵财报 虚增营收和利润被强制退市 并且因为退市和处罚 面临破产清算 对投资者付出巨大的赔偿金额 共赔偿71.4亿美元 美国有很多企业可以破产数次 但经过调整后可以重新上市 在破产重整阶段 OTC市场可以继续交易其股票 美股退市以后可以进入OTC BB市场 或者粉担市场 接下来主要和大家讲 上市公司自己主动退市的问题 要注意到美股市场上退市并不等于破产 也不等于股票完全退出流通 通常来说 在公司私有化退市的情况下 控股股东会发布公告在一段待定的时间内 依特定价格回购市场上所有的流通股 从而使上市公司从交易所摘牌变为私人公司 私有化收购通常是溢价收购 收购价通常会比股票市价高出至少10% 比如当初的华纳CNN被AT&T收购 收购合同公布当天 华纳CNN股价为70多美元 第二天开盘就涨到90多美元 溢价收购是对原有股东有益的收购 皆大欢喜 那么私有化退市对持股人意味着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两种 拿现金或换股 以美股市场上常见的邀约并购为例 如果你持股的公司即将被邀约并购 你接受邀约即代表同意 以邀约收购价出售当前的持仓 如果你接受的是一个现金收购邀约 你将会在收购完成后收到现金 并不再是收购公司或是被收购公司的股东 而如果你接受的是一个换股收购邀约 你将在收购完成后 收到收股方公司的股份或者是新发行股份 同时代表你成为收购公司的股东 或是合并后的新公司股东 一定要当心 如果你错过或是拒绝邀约收购 那么你手中股票的流通性越来越小 因为市面上流通的该公司股票越来越少 最后这些股票难以变现 虽然私有化通常会有溢价 但有时还会亏钱 因为有些投资者最初的买入价 要高于私有化的收购价 好了今天的三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对您还有所帮助 点个赞吧 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 股市有风险投资虚谨慎 最后就是一些面值巨大的美超 供大家欣赏 感谢您与我一起虚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